在剪之前 我们用酒精 来把这个剪刀消毒一下 来给他碰一些酒精 在这个剪刀上面 这样就充分消毒了 因为玫瑰是很怕有病菌的 这颗黄色的月季非常的漂亮 今天我就想剪一些枝来扦插 像这个 这个枝就没有办法剪了 因为它只开了一朵 别的还在 那么这样子的就不能剪下来 这一个也是 它还有别的花在上面 那就不能剪 剪我们就找一些 它是独立的一朵 一朵花的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剪下来 像这个 就是开了一朵花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的枝给剪下来 这个是个独立的 剪的时候呢 我会剪的稍微长一点 剪到这里 留下一个芽点 两个芽点 两个芽点 三个芽点 这个地方 那么我就会在这里剪 我会在第三 第四片叶子 第四片叶子 底下 给它剪掉 这是第一片 第二片 第三片 第四片 第四片叶子 这下边 这里 剪的时候 斜斜的剪 底下是斜斜的 45度角 这样 这样 剪下来 这个也可以 像这个也可以的 现在它这朵花也卸了 我也是 123 123 123 4 4 这地方 这里 给它剪下来 斜斜的剪 这个 这边 还有一个 再往前看一下 这底下 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枝位 给它剪下来 这个 因为月季呢 开完花了 也是要修剪的 所以剪的时候 剪下来 我们可以给它 用来剪插 这个也是一个 像它很多朵花 它在一个枝上面 那就暂时 不要动它 因为它还没有 开完 而且这个月季呢 它是开不断 一直开的 所以非常的漂亮 像这些 还有很多朵花在上面 这个就暂时 不要剪 现在我来把 剪下来的这个 玫瑰枝 给它修剪一下 我们不需要留 这么多叶子 像这个顶上 现在是 一二三四四 对 然后把这顶上 顶上这里呢 这里呢 要平着剪 底下斜的剪 45度角 顶部 直剪 剪成一个平的顶 叶片呢 我是把它剪 留下每一个叶子 留下两片小叶子就可以了 像这个呢 我就 顶上留了两片 这个我就留 一片叶子 这个留两片 就是尽量不要留太多叶子 留太多叶子 它就容易消耗 水分 那么这样子 这个枝 就还有 我想 我要把这个 它这个刺 也给它 剪掉 这个刺 一再掰 就掰下来了 把它底下的刺 给它掰掉 就是小心一点 因为这刺很扎手 所以戴个手套 最底下这个 我也会把它剪掉 这里我也会把它剪掉 这片叶子 这就是前叶子 这就是前叶子的一个刺 把它全部修剪 好 这个也是 留下 一二三 这底下这片叶子 也不要 可以给它剪掉 顶上这里 平的剪 不要贴着叶片剪 离一定的距离 顶上这里 这样一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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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刺 把它掰掉 好 好 好 这个是一个前叶子 一共剪了三个枝 下来 这个刺型掰掉先 底下这个叶子 叶片不要给它剪掉 有两个叶片 它有一点叶子 它要起到一个光合作用 所以要给它留一点叶子 然后这里就剪到这里 顶部齐齐的剪下去 这里 把这些 叶子 把它拿掉 现在这是剪好的 三个枝 就准备牵插这三个枝 三片叶子 它就有三个芽点 所以牙是在一片叶子的 这个地方会出来芽 所以三片叶子 它就会有三个芽点出来 所以三片叶子 这就是修剪好的三个枝 我今天呢 是用这个合纱来掀插 因为合纱呢 它是最干净的 它没有收到什么污染 而且玫瑰呢 而且玫瑰呢 它是很怕 就是 有一些病菌 所以它就很容易呢 就死 就是因为 受感染了 所以呢 合纱是最干净 而且这样子 也不用需要生根粉什么的 生根粉 其实让它起到的作用 就是杀菌 所以我们如果是用的这个 合纱 它就不容易呢 有病毒 也不会有病菌 所以它成活力就会比较高 那么现在就准备掀插 切插的时候呢 就是最好呢 是用一个干净的 棍子也好 什么都好 我还是很喜欢用这个镊子 用这个镊子呢 给这个合纱里边 扎一个洞 这样把这个枝条给埋下去 如果是直接往里头插呢 是可以的 但是呢 怕把它 这个表皮给损坏 所以最好是先 插一个洞 然后把它埋下去 这个洞的深度呢 2英寸 然后给它埋下去 而且合纱有个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让这个 这个枝条呢 可以很稳 就 牵插 它是 如果是用 合纱用泥土啊 什么来牵插 它是最怕的 就是动 动到它的根部 所以用这个合纱呢 它就很稳的 就 停留在 这个 容器里了 而且 而且如果等一会 一浇上水 它就很 扎 就很固定了 先插它是非常怕它这个 会移动的 一移动了 它就会 活不成的了 所以一定要 给它固定在里面 这样就插好 插好 插好以后呢 就记得呢 给它 喷上一些水 给它整个叶片和里面的沙子 都给它全部 喷丝 像这个 我还是要去再移一下 藏进去 让这个河沙完全湿润了 就好 然后呢 我现在会给它套一个塑料袋 在它的上面 制造出一个温时的环境 而且它也会里面一直保持湿润 这塑料袋的顶端呢 要给它剪一些口 让它有点通风透气 然后每天呢 可以打开这个塑料袋 如果是看到里面呢 干了 就把它 再浇一些水进去 这样就可以 保证 它能生根发芽 要记住 喷上去这个水 那一定要是纯净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阴凉的地方 不要让有直色的阳光照射它 它就会慢慢的出芽 而且出了芽以后 不一定会生了根 它一般是会先出芽 后生根的 如果是看到出芽了 但是还是要等 等一段时间 等它真正正正出了根以后 才可以把它移植到你想种的盆里